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五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 就是全国最大的二手机批发市场 今天一起来看一下小五在市场挑了哪些性价比比较高的机器 手上这台呢 是一位广东的粉丝 在我们这边录首的一台全新未激活的游锁卡贴机14pm 256g金色的一个机器 目前市场拿货行情呢 金色的是在5600左右 相比国行全新 这里是直接省下4000多 配合卡贴激活网络正常使用 性价比是非常高的一款机器 手上这台呢 是一位福建的粉丝在我们这边录首的一台苹果12 有所卡贴机就成心256g的一个机器 目前市场拿货行情呢 是在2700左右就能入手 品质也是非常高的一款机器 电池效率97 支持5G网络s4的处理器 6.1寸的屏幕 握持手感非常不错 拿来当主力机或者游戏机 再用个两年三年也是完全没有问题 手上这台是一位北京的粉丝在我们这边入手的一台有所卡贴机 全新为激活 未使用的14plus128g的 目前市场拿货行情呢 在3600左右 机器呢 是全新未使用的 所以我们等会也是要拿去开个孔 然后测试下基础功能没问题 之后再发货 手上在谈呢 是为深圳同传的粉丝等会要过来面交的一台机器 有所卡贴机二手的一个13pm 128g95成新 电池效率100的 目前市场拿货行情呢 是在4300左右 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一款机器 6.7寸OLED的屏支持120盒子的刷新 A15的处理器 并且续航方面非常给力 电池容量呢 也是有4352好安 支持5G网络 手上这台华为mate30呢 也是一位河南的老朋友在我们这边回购的一台机器 4G版本256g的 目前市场拿货行情呢 是在1900左右就能入手 麒麟990的处理器 放在如今 性能依旧不会过时 屏幕呢 采用的是6.62寸的直面屏 4200毫安的电池容量 续航呢 也是非常给力 2000多的预算 华为mate20保时捷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一台机器 这台呢 是一个8加512g的 市场安全是在2400左右就能入手 芯片采用的是70980的处理器 支持鸿蒙系统 双卡双带 支持指纹面容识别 屏幕呢 配备的是一个6寸的曲面屏 4000毫安的电池容量 1000多的预算呢 我们手上这台华为mate20polo 性价比也是不错的一个机器 手上这台呢 是一台6加128不支持指纹识别的 目前市场拿货行情呢 是在1300左右就能入手 芯片采用的也是70980的处理器 6.39寸的双曲面屏 或者莱卡三色4000万的像素 手上这台华为p40polo呢 也是为广东的老朋友要送给自己老婆的一个生日礼物 所以我们也是帮忙挑一个橙色98星以上的机器 平时比较喜欢拍摄 选择华为p系列的机器准没错 手上这台呢 是一个8加256g的 目前市场拿货行情呢 是在3400左右就能入手 性能方面不用担心 芯片呢 搭载的也是70990的处理器 6.58寸的全面屏 后置采用4个像头5000万的像素 手上这款手表就是目前市场非常火的一款华为手表 华翔北gt2polo保时捷的一款手表 功能方面也是非常的多 不仅支持nfc门禁卡 同时呢 还支持ai语音助手 还有高吸力无线磁吸 双击触摸亮屏 健康监测等等功能 屏幕采用的也是1.45寸的无边界设计高清大屏支持60赫兹的高刷新率 这款手表的话 也是目前华翔北品质最好的一款苹果s7 功能方面呢 也是非常的齐全 屏幕采用超高清1.95寸的高清全面屏 语音助手nfc碰一碰亮健康码 天气预报无线磁吸 蓝牙通话这些都有 同时还有吸屏常亮的功能 而且手表呢 它还是可以设置独立闹钟 蓝牙耳机最新款 洛达1562亿 品质非常稳定实惠 三代polo最好用的还是这款有降噪的最新款 月虎1562AE 不仅降噪效果好 而且续航也很给力 四代最新款 洛达1562亿 支持空间音频音质也很棒 三代